社üzel 大家好,我們是來自南台南嘉福中心 青年組難 我是少康 我是燕淨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青年發生活動 青年發生活動就是由 嘉福的社工老師帶領我們十位大學生 针对上议题进行一系列的活动 目的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小小的力量 来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跟重视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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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与我们一起行动吧 大家好我是行先生 大家好我是孟小姐 为什么我们会叫这个名称呢 这就要从我们这次青年发生的主题 行动行动开始说起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主题 我们想要透过这次的主题 来跟童年名成的人讨论 梦想跟行动力的重要性 嗯那我觉得我们都处于人生比较迷惘的阶段 像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充满梦想的人 我有很多的事情想去做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个人就比较缺乏行动力啦 所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惆怅不前 那行先生呢 而我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 做事情比较有冲劲 缺点就是我的人生没有什么目标 时常别人说什么我就跟着做 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 来跟大家讨论到底是梦想比较重要 还是行动力比较重要 于是我们做了以下这些活动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鱼 我们现在所在地在南台南家福中心 下一站我们即将到达充满文化气息的台南 找寻梦想的故事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赶快去了解吧 Let's go 第一站我们来到饮食客 就让我们看看老板有什么样的故事吧 我们走吧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老板你好我是欣宜 我想请问当初为什么想要创业 当初想要创业的原因是因为想要为自己的工作 不想要再帮别人的工作 我以前所学过的一些西式的料理 或是泰式的料理去做结合 台南的食材去呈现更不同的风味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台南吃有很多很好的食材 可以再为我们介绍这道饮食客的餐点 这道菜是我们店内最受欢迎的料理 上话牛肉炖饭 因为台南的牛肉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们用等条当天晚上献杀的热盐 的台湾牛 像是牛骨啊牛筋啊 还有用修下来的牛肉 我们去把它熬成高汤 所以这道牛肉炖饭 它有非常重的牛肉的味道 老板现在有年轻人 有梦想 然后又没有很勇敢 然后你可以说出一句鼓励的话给他们 创业真的很难啦 可是你真的要坚持 台南冷的人他们的嘴会很挑 所以你是要坚持你自己的原则 然后坚持你自己所做的料理 对不对 不要随便为了省成本来 去破坏你原本的原则 感谢老板为我们 分享 还有年轻人加油 那我们今天来到台南有名的国华街 来找寻我们第二家店家 手作旅客吉兰冰 那我们有请子俊来带我们继续看下去啰 走吧 请问老板说就是你当初为什么想要自己创业 我们家本来就做生意的 然后从小就在那个环境长大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要自己当老板 很多客人都会跟我妈妈说 为什么都不卖了 这种传统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家摆着这台摊车已经很久了 都一直都没有人动过了 因为我爸后来就没有卖了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把这个重新再做起来 然后就跟我爸学 然后就来这边卖了 传承家业 对对对传承 那想要请问老板说 你在创业的过程中 有遭遇到什么样挫折的困难 这冰的刻板印象很重 很多人会说 问光丸价钱就说 蛤 你这个这么小的东西 怎么这么贵啊 这样 超多人这样讲的 但是其实因为里面用料差很多 博浩跟我讲过 就是你要卖20块 你就要有20块的价值 就比如说我们是用真的鸡蛋 牛奶就是用真的鸡蛋嘛 就要加到 你就会吃起来有20块的价值 所以每一种冰我都会自己试吃 吃到我自己最喜欢的口味 才会拿给别人吃 所以才会拿出来卖这样 当年轻人在追求梦想的时候 这条路 他们有不确定或者是迷惘 那 你要怎么去用话去鼓励他们 想要做什么就去做 因为你想的过程哦 其实很多机会都错失掉了 我觉得 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慢慢先去做 对 跨出第一步啦 当听到人家说想要做什么 他就说说说说到后面 一年过去两年过去 还是在原地 对 对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站复古拙 复古拙的老板娘曾经是幼儿园老师 究竟什么样的因素啊 改编的这么大呢 就让医生带着我们去聆听 看看老板娘的故事吧 走咯 你好 板娘 我们是青年吊杆的学生 那我想要来请问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会想要出来创业 我们一开始会想要走这个路线就是因为很少人去接触古拙 想要试试看就是卖古拙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一样的风格 对 所以我们决定尝试 你们在创业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然后又是怎么去解决它的 创业它会一直不断的有困难出现 像我们一开始就是交通 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车子 然后我们就是两个人骑着摩托车 载这些货然后到这边卖 可能一趟不够还要再两趟 好辛苦 那想要麻烦你给我们一句有能量的话 就是我觉得比起用说的就去做 就是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梦想跟现实 因为我觉得你输社会就是现实的 那有梦最美 所以你要保持着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因为你想做所以你才有热情 然后不能光是用说的 就是你要行动去做 因为你做了才知道会不会成功 真的很棒 谢谢 今天来到我们最后一站 台南夜市人气饮品半军运 半军运的老板曾经也是我们的社工老师 就让燕静 带领我们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吧 走咯 嗨 老板你好 嗨 你好 我是燕静 我们今天想要采访你 想问你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开这家店 刚刚出社会两年 然后去找工作 然后有点不适应现在的社会风气 我后来就想说去国外走走 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可以 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让我去了解 可是也有这方面想要往这边努力 所以我们就一起开了这间店 就是对这个有兴趣 对 那当初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瓶颈吗 困难其实蛮多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餐饮本科系的 就是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抓 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做饮料 食材方面我们要自己研究之外 我们在财务上 所以是要去重新了解 然后去读相关的书籍 每个地方每个方向都得会 都得学 就自己一步一步来学 那这样其实花蛮多心力跟时间下去 就是做中学吧 学也会获得一些成就感 也蛮开心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 普遍都找不太到方向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 可以有很多选择 就可以多多运用自己的想法 就是真的去好好找一下 真的去问自己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因为你已经领先很多人很多步了 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 然后就去做这样子 其实也不用看自己是什么能力 就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能力的话其实 只要肯努力都可以培育到 对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去往一个方向前进 会很有成就感 对 好 那谢谢老板 好谢谢 好的 以上店家的访谈都非常的精彩 且有意义呢 让我们从老板的身上 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对啊 其实我们刚开始挑了四十间店家 那今天特别带大家到这四间 去了解老板的创业故事 其中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很多老板都会提到说 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 因为你不尝试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 到底是梦想比较重要 还是行动力比较重要呢 欢迎帮我们按赞分享 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没错 另外呢 我们也针对这次的主题 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请大家拭目以待哦 我是邵康 这个活动影响我最深刻的那一句话是 不要想太多 做就对了 就是很多时候都会想太多 会害怕失败 这一块也是我们 这些年轻人比较现实的 不要想太多 做就对了 我是子俊 有一件事在买的木头雕刻的 他也分享很多 职业上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些经验 勇不放弃勇于追梦 这句话 对我来说 在未来的职场上面 会有所帮助 我是邱欣颖 在这个活动中 我们有一起讨论 过程中他会给我一些鼓励的话 让我不要放弃 感冒去追 坚持到 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我们要超越自己 我是燕景 在这个方案过程中 有访问到一间店家是 卖故作的 他说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物 然后你找到之后你就要坚持下去 我也还在寻找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找到之后会让自己坚持下去 我叫佩晨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 鸡腿三兄弟 就问他为何能这么有勇气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开了一家店 跟我说 因为年轻的时候就要去追梦 不要永远都是空想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 只要一点想法 我就会试着去投入 而不是就是丢在那里 然后想说下次再追 我是吴依晨 在访问店家里面 还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有一间他是 卖一些有关植物的东西 给了我一句话是说 有机会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就去闯一闯 我们现在很年轻 可以赶快找一个自己想要的目标 去多尝试 我是许晨宇 有梦想就去追 没有退路 终究对了 这句话 蛮一个我鼓励的就是 往自己的梦想去追寻 不要就是害怕后面有困难啊 还是说困境的类的 我叫杜斯文 我在青年吊干里面 担任的是道具组的部分 创新发展还要取决未来 这些话对我未来 其实蛮有用的 因为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去追求的地方 我是这次青年吊干计划的侯国会 其中有一间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就是全手梢 它是一间做鸡蛋糕的 那它带给我的一句话就是 要相信自己 不要去畏惧别人的言语 让我在未来的时候 有更多的力量去相信自己 我是辛辱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卖鸡蛋冰的这个姐姐 她告诉我们说 就是年轻的时候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失败也是一种经验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 让我觉得说 很多事情它并不会是徒劳无功的 就是只要我们有经历过 都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